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协助病人安详往生 才是医疗的失败 安宁病房是实施安宁缓和医疗的一个设施 希望能够协助一个人走到人生最后的时候 因为受到很多疾病的痛苦 我们想办法用一个团队的力量 用各种方法来减少他的痛苦 最后希望让他可以安详往生 病人肉体上辛苦 心灵上痛苦 所以在这一段人生末期的阶段 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虽然医学有极限 但是这些病人的苦痛不能够视而不见 所以这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从原来我们重视的病人的心跳血压脉搏 转成我们重视病人的心理社会心灵上面的痛苦 病人的善终 家属的悲伤能够自然的减少 就是生死两相安 1994年马街医院他们想要去日本 参观日本那个时候最好的几家安宁照顾机构 看到他们怎么样来照顾病人 最后都能够走得很安详 我非常感动 所以我回来以后就说服台大医院的院长同仁 所以我就在台大医院设了一个安宁反而医疗病房 这是我们安宁庄科医师信念 跟美国和日本的合作 那是跟东南亚合作 医院的这些同事 尤其是这些主管 觉得你这个都没有希望的病人 你要花那么多时间去照顾他们 不是浪费吗 跟我说什么浪费 这个病人那么可怜 就是应该要给他照顾给他帮忙 陈荣基教授当时担任副院长 可以说是有他的勇气跟魄力 才能够说服院内的长官同仁 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病房的设立 我们不是台湾第一 但是我们是台湾公家医院第一 特别是台大医院开办安宁病房之后 其他的医院会跟进 那对于这些末期病人 以及家属的照顾 就更周全了 联化基金会成立在1994年 那到目前为止等于27年了 当时是陈荣基教授 也就是现在的荣誉董事长 他是当第一任的董事长 当年先发起了一个叫佛教医事人员联合会 后来就决定把它变成一个基金会 好好来做两件事情 一件就是对于出家人的一些生病的时候的照顾 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一般人 到了生命末期那种临终的散终的关怀 因为从佛学观点 其实不认为只有生是可贵的 他认为死亡事实上是应该跟生存一样重要 所以或许大家刚刚也有看到 哇现场好像非常的热闹 那麻烦各位法师陆续将您的镜头呈现 让大家能够看到您的镜头 有没有一种方法 它是结合医学的训练 然后又有宗教的背后的理念 然后来协助这一群很广大的民众 所以我们就开始创立了一个制度 叫做临床佛教宗教师 据我们所知 不但是台湾第一次 应该也是全世界第一次 有这样比较用现代化的医学观念 来培训的一群临床宗教师 因为基督教的神职人员 如果他将来准备做医疗传道 他们都会提供基本的医学教育 所以当台湾开办安宁病房以后 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医院没问题 他们的神职人员很容易就进到医院 来做这一块的工作 但是在佛教的历史上没有 我们的法师在被培养的时候 并没有说你将来要不要到医院去工作 联花接近会开始跟台湾医院 安宁病房合作临床佛教宗教师的培训 用善知识捐献的款项一直做到现在 大概这二十多年来花费了两千多万在做培训 宗教师的工作 疫情期间我还是持续在医院服务 所以就招呼我这一位病人 是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一位病人 很多病人在面对生死大事的时候 其实需要有一些人在旁边为他引导一个方向 他似乎对他的生死的问题 就不再这么大的困扰或者是恐惧 你在身体很受苦的情况下 你还能够去感恩别人 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三个礼拜来我从第一天看到你到现在 你每次让我看到你都觉得有一个惊喜 我觉得法师给予我的不一定是 要让我们看穿什么看破什么 就是一句任务的话 你很勇敢 新的平静最重要 台湾的灵性照顾宗教师进入到医院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 我们就从其他国家去发现说 不是经过国家专业认证的 基本上他们是不能到医院来 陈隆基董事长他一直在坚持要去改善这个训练的部分 大家就非常的认可说 莲花基金会所办理的灵性照顾关怀课程 这个课程训练出来的宗教师 他有一定的品质 台湾医院的这个往生祝念事呢 是我在台湾医院开设的 静主中的佛教师希望可以在家属 亲朋好友的陪伴一下念佛 祝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祝念事也就逐渐得到很多医院的赞同跟效法 现在台湾大概大部分的医院都有 去年年底的时候正好我婆婆 那时候就是也是在台大医院那边往生 透过基金会里面的一个安排 好 那我们请了中敦法师过来 然后跟婆婆讲 就是说在未来整个人面对死亡里面 要什么要去没有恐惧 他未来要往哪里走 包含所有的家属 甚至我们远在美国的这些知情们 他们还透过视讯去参与整个生前的一个告别 然后到之后在往生的时候 我们也到台湾医院的地下室那边 做了八个小时的祝念 它不只是一个仪式 我是因为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沉淀 在这个旅程里面 大家互相的祝福 然后大家道别 然后大家道歉 所以我自己本身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恩的 我有一次站在这里 病人快要往生了 她的女儿跑来 刚好遇到我跟法师在这里讲话 她女儿跟法师讲什么你知道吗 师父 我妈妈要我来请师父过去开市 她爸爸要往生了 不是找我 是找法师 为什么 医学有极限 我医师没办法 但是法师对于这个病人是重要 对家属来讲 哇 了不起的效果 那是安定人心 台湾40家的病房 有我们三十几位法师在协助照顾病人 这不仅是我们台湾重要的创举 更是日本学习我们很重要的地方 这样子的制度 我说是在佛教史上是第一次 日本东京呢 有一个佛教团体 她带了四个法师到莲花金医院 跟台大安宁病房学习培训的工作 回到日本以后就开始培训了 第一期有八十个人训练了两年 六个人毕业 他们毕业典礼还请我跟我内人去参加 典礼以后有一个演讲 介绍台湾的安宁环乐医疗 跟宗教师培训的制度 我跟他们讲 说我的安宁环乐医疗 是到日本来学的 但是我今天很高兴 我有机会把这个宗教师的培训 传给你们日本 算是回馈给你们 台湾前面有医师法跟医疗法 它都规定医师跟医院 对危急的病人 必须尽全力抢救到底 包括所谓CPR插管急救 甚至于装叶克膜 如果不做这个事情的话 可能会挨告 所以安宁环乐医疗界推动的人 大家觉得说我们需要立法 典礼基金会在陈董事长的代理下 跟国内另外两个大的宗教团体 一个就是基督教的安宁基金会 一个是天主教的康泰基金会 一起积极地跟政府游说 需要通过相关的法规 陈老师都是在第一线 以他的阅历 以他对人家的尊重 不管是在立法院 不管是对民众的演讲 还是在学术界的讲法 他从里面那种人医出来的那种心 让大家心服口服 他的路线是用感动的路线 其实在这整个立法里面 都没有所谓的这种冲撞 那么陈老师也是从第一课开始 到立法完成的最后一课 他都没有缺席 所以我们终于在2000年 通过了第一个重要的DNR的法案 也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就是说我已经到了末期 就不要再帮我插管 不要再帮我做这么多的 不必要的心肺复苏数 后来进一步就是推 《病人自主权利法》 2019年通过 那这两个大法案 其实是相当重要 而且在亚洲 我们都是最早通过的 安宁缓和医疗条在历史上的记载 是1990年开始在台湾 开始发展 那个时候的安宁 在民众的眼光里面 他觉得那个是死亡的前一战 大家对死亡是避讳 就不坍塌 不坍就没有办法改进 这是第一个时期 那么第二个时期 民众的认知度 在基金会等等推广之下 大家比较多知道了 就开始了启蒙这一个病人自主的 我们看到有一些医疗是不必要的 那我们让末期的病人 能够做更正确的选择 我婆婆她发育份身体不舒服 检查出来就是癌末了 我们就会觉得说 85岁的老人 然后已经本来就很虚弱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 接受安宁缓和医疗 安宁缓像一个家庭 他们是常常是会来看你的状况 你呼吸的方式 然后喘息的那个频率 然后他们要怎么样处理 让这个病人更舒服 我觉得她处处就是为病人 还有家属照相 她真的带给家人 跟病人很大的安慰 家属往往认为说 如果不去请医生 好好的拼一下 是不笑、不爱 那我一直在宣导 大笑与大爱 是应该要协助默其病人 最后能够很安详地往生 这个才是大笑、大爱 一个生命要褪色 病人所感觉到是他的失去 没有办法再治疗 但是陈老师看到的是 怎么让这个人活得更好 像这样一个能够转移成 病人真正感觉到的勇气、希望 我想大概不只是医学上的数据 或者是技术可以训练得出来 这样的一个医学 是一个希望的医学 正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况 不只是只有照顾人数增加 还有很多这种生命哲学的进步 社会层次的提升 你今天是什么问题? 我就前两天会晕穴 会晕穴 会很想吐 是怎么样的情况下会晕穴 我今年83岁 是属于老人的阶级 我的专长是做神经医学的教学 诊疗服务 还有研究的工作 我每周还是到三峡恩子公寓院 去看门诊 恩子公医院是行天公 想要创在三峡盖一个医院 他们几次到台大医院 来请求台大医院 帮忙医院的规划 所以他们就把我介绍过来 所以我跟我念人 两个人就一起到三峡 来一起合作 开办这家医院 这个1997 所以我是1938 60岁不到的 59岁 好像也曾经年轻过 现在老黑了 北越因为多年的战乱 所以医疗经济都很落后 比起南越的西贡差很多 我的做法是说 你只要觉得需要培训的 那到我们医院都欢迎 四个月的时间 让他们可以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十年左右 我们给他训练了六十几个人 当时他们医院的全院 差不多三百名员工 2010年的时候 他们的卫生部 有一个要给国际的 来帮助他们的学者 一个叫做人民健康贡献奖 第一次颁奖 颁给三个人 第一个是台湾陈隆基教授 第二个法国的一个教授 第三个也是法国的教授 举行一个很盛大的颁奖典礼 我内人工作因为是在台大医院护理系 跟台大医院护理部 然后后来又当了很多年的护理部主任 所以帮这个主管很久 那个习惯大概都有比较 有很powerful的这个倾向 那在家里面呢 我也就听我们这个主任大人的话 他都先跟我商量过 我同意他才敢提 没有啦 他就先觉得说 旁边的人都不赞成他提的 那也很辛苦啊 他跟我讨论过 他觉得我是很支持的 他就敢出去就一直讲 我们两个等于是一起啊 一起推动啊 我觉得他是千和无争 就是谦虚和气 而且不会跟人家起大的争执 这个安宁环和界 我们做的所有这些事情 他从来都不会说是他的功劳 他绝对不会这样讲 那活到也学到了 是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他 他已经八十几岁哦 他每天都在写部落格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朋友 不是很熟哦 一起开会的时候 他跟我讲 你先生是陈荣基啊 我说是啊 他说我问一个问题 他给我回答的好多好多资料 印象深刻 我说原来我先生 都在替你们打这些资料 难怪都跟我讲话的时间都很少 台湾的安宁疗户呢 从1990年马肩医院引进到现在 应该是有30年 虽然我们自己还不很满意 但是呢 全世界评比 80个国家里面 我们是第六名 亚洲第一名 所以应该是做得不错 在83年前的这一天诞生了 他就是我们的陈荣毓董事长 那我们给他过一个小小的生日好吗 谢谢 谢谢 生日快乐 谢谢 我们一直在推善生善终的理念 就是说你这一辈子要好好的活 活到你觉得 你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你的家人 最好你对得起社会国家 甚至于对得起这个地球 那这样你要走的时候呢 应该没有遗憾 那同时宗教上有在告诉我们 这个走不是结束 你可能是一个更好的 另外一个生的开始 所以好好的活 好好的走 我大概一生这样走来 我觉得随佛而行 不强求 能够做到什么 我们做到什么 该做的我们会努力 好好的做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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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